現在這個時間要收樓 怎算好 收樓業有裝修家式電器為你度身訂造 不用奔波爐 來用大灣區 安座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 這麼多服務豈不是很貴 大灣區代收樓服務 疫情價只需一九九 在V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 真是一九九 那你快點幫我收樓吧 沒問題 那裝修怎麼辦 交給我了 香港落單 內地施工 現在裝修王只需要九十九元 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和效果圖 有V家就有安樂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回來了 回到香港了 等了很久 很久沒見到博士 終於回到香港了 煞到黑炭頭的我 我也看到博士到處去 也有玩很多東西 剛剛又走了車展 真的很多漂亮的車 四個字形容 這兩個月吃喝玩樂 令人羨慕 所以回到香港 我要做事了 否則Jody罵我了 大家 因為博士剛剛說 剛剛他要做事的時候 所以有個很重要的消息 這個轟動 我想大家這年多 因為以前如果未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每年有很多 所謂投資的展覽會 或者房地產展覽會 那時候我們都參加很頻密 但是疫情的原因 停了很久 因為限聚令 現在最近大家都知道 限聚令開始放鬆了 所以我們馬上就馬上 因為很多觀眾說 我腳痕 以前經常都行 房地產展 還有很多觀眾還在挑樓 始終一個盤兩個盤 你要比較 所以萬眾期待 有很多觀眾留言 申博士 會不會有地產展銷會 我開工做事 真的搞一個展銷會 就是今個星期六 今個星期六 今個星期日 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我們在九龍 香格里拉酒店 其實藍花廳 即是最底層 我們會有一個展銷會 D2 應該會有 L2 L2 即是最底層 你下來就會見到我們 其實以前經常來的 以前我們很多媒體 經濟一週等等 做投資 都是在那些地方 所以重回救地 不過這樣 要在網上報名 沒錯 記住大家一定要 因為始終疫情人數限制 其實場地是有限制的 所以大家記住 一定要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 有個QR Code 記住一定要scan 我的QR Code 以及在網上報名 要登記了才可以入場 沒錯 沒有登記是不准入場 因為這個 免得政府監管 就不能夠再入場 現在下午的四場 兩場 星期六 下午已經報滿了名 爆了 大家記住 再報名 就不能報下午 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上午 現在還有少量的位 還有少量的位 我們那天 星期六日 就開始十點鐘 開始的 我們的展銷一直傳 當然到下午的五點鐘 博士也剛才說過 因為反應很好 真的非常之 因為博士一出馬 我們永遠都說 一定要好之外人 多謝大家支持 所以下午的時段 我們已經爆了壓 如果大家想來參觀我們的房產線 也想了解多些項目 還有記住 因為我們房產線 有很多特價的筍盤優惠給大家 因為展場限定 真的外面買不到 我看到一些發展商 發作給你們 我是做見證人 大概有十七個盤 我看到發了一些特價的大單 過來給你們 到時 全部都數量有限 有些只有十間 有些只有幾間 其實一來講 盤是稀缺 亦都是很搶手 甚至優惠 其實不是每個發展商 肯讓我們 多虧博士去搶 真是發展商 我們才可以 因為我們搞展覽會 我說你不給這個筍盤優惠 我就不擺你了 所以我們會有 超過二十個項目 二十個 二十個精選筍盤 大家一次過下來 全部可以看完 拿資料和比較 如果你看到價錢吸引 立即你可以下訂 也行 下訂也有些會場限定優惠 所以大家記住 一定要過來看我們電視會 不單止很豐富 大家可以看到 不單止有二十個精選盤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我們譬如 傢俬、裝修、收樓 最近電視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的電視廣告 199元就可以收樓 很多人都不相信 很多人說 博士是否這樣 有些以為是199元一平 他不相信價錢成這樣 真的價錢 因為我們是賣大包做服務 所以如果大家 譬如這個收樓、驗樓 或者真的想談談 裝修、傢俬等 所有的服務 我們的管家王 都有一個時間 在這裏 到時我們的設計師 管家王 驗樓等等 我們都有同事在這裏 招呼大家 大家下來 問得清楚 如果有關的服務 大家是可以到時 無限的諮詢 而且我們兩天裏面 好像有四場演講 四場演講 其實早上有兩場 下午也有兩場 是的 不過當然 大家記住 大家報名 網上報名 不是代表有演講 說再聽 因為始終場地有限 因為演講 也有限聚 有人數限制 坐爆了 一定是不可以再收樓 我想問 演講 如果想參加 是否先到先坐 沒錯 先到先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登記座 例如我登記了下午的場次 早點來 我們會派醜 會派醜 會派醜 很公道 早來就派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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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派醜就沒有了 到了大家真的不要 沒有辦法 因為不關我的事 因為酒店 政府的限聚 人數是有限的 每一場演講 好像是坐到一百人 九十多人 不能夠到三個數目次都不行 九十多只可以 所以大家就早點到 是嗎 還有這些四場演講 當然有我講 我會講講 現在 我想大家最近收到消息 好像說 要開關要等到下年 竟然有些還在看 可否現在還未封關 都走來買 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壞處 我以一個公正的角度 去分析給大家聽 等大家決定 最重要的是 我們請到陳律師 免費解答大家法律問題 如果有關法律問題 你可以早點到 入場 到時陳律師盡力解答大家 所有法律問題 而且陳律師也有一兩個 一些法律上 在大冰區買留業注意的法律問題 到時會有些準備和大家講 還有裝修 裝修 管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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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王也會講 我也會講 封關下 其實很多 胡亭先生說 其實我想不到去看 是否真的在香港可以買到樓 原來現在還有很多觀眾 或者很多香港人 不知道原來我們未需要通關 如果你真的想買一層大冰區樓 其實系統有些程序 是安全又快捷又安心的 到時陳律師會親自告訴大家 這個程序是甚麼 而且大家有疑問也是馬上解答的 所以今場的房地產展覽會很特別 我們專門針對在大灣區裏面 買賣物業、資業、生活等等 大家進去住 所有的 我都希望今天來到 到時來到這個展覽會 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些 你們想知道的資料或者答案 挺精彩的 所以記住 約定大家今個星期六、星期日 10點至5點鐘 來我們的講座 展會 其實展場也會有抽獎活動 大家記住 有抽獎 有抽獎 所以大家真是 真是正 又不用入場券 還有抽獎 又有講座 又可以看樓 來五色級酒店 大家記住 一定要掃我們二汶馬姆網上報名 到時見 另外有很多留言 做我們V家業主 都挺幸福 現在叫做V家幸福業主 為甚麼 原來幫助V家買一顆 有得抽層樓 是的 我都 一出了這個廣告 其實很多客戶 即是舊客 怎樣抽 因為大家都很關注 其實我們都想支持 我們政府 亦都是打疫苗 打疫苗 我都打了 你打了沒有 除了大家都知道 香港很多發展商 信網都會送層樓 其實我們V家也有博士 亦都說 不如我們都送上 沒錯 我送當然是大灣區樓 如果大家真的成為了V家業主 亦都打齊了兩劑的疫苗 其實可以登記做我們的抽獎 我們有一個V家送大灣區樓的抽獎活動 好 不如現在阿沙維你講解給大家聽 如果我想抽這個獎 究竟程序是甚麼 我們要清晰地告訴大家 因為時間是到8月1日 是的 就是剩下兩個禮拜時間 其實大家 很多客戶都會說 我們應該要怎樣登記 怎樣去報 當然我們一定要登記 我們的V家看樓王S VTB 資格是甚麼 當然一定是我們V家業主 年滿18歲以上的香港居民 香港居民 打齊了兩劑的疫苗 我們有個叫做針卡 疫苗的憑證 就可以參加這個抽獎 說明是V家有關的同事 親屬是不行的 因為以致公正 所以沒有辦法 他們都買了樓 我說沒有辦法 沒有利品今次 很多同事都說 我們可不可以抽 很吸引 為了公平公正 免得了 所以只是V家香港的業主 曾經幫我們買過業 車位都是包括的 包括車位 除了住宅 商號 車位 別墅等等 其實總之 經過我們V家買過大灣區的物業 都可以去抽獎 有資格去抽獎 好消息 我們抽獎 當然我們截止時間 就是8月31日 就是月底前 月底一定要之前要登記 很多下落 究竟是怎樣去做登記 其實大家看得到 這個APP 大家只要開回V家看樓王Apps 按一個右下角的個人中心 即是博士下一點點 低一點點 按了之後 其實會出現抽獎活動 這個公仔 你會記得到有一個Poster 其實可以做一個登記 去抽獎 不過這樣 入了APPs 首先要入了APPs 打完個人資料 即是你成為我們V家的會員 就可以進行這個程序 如果不是 我聲明一下 如果不是你打了資料 你還未做自己個人的登記 你會從頭來過 APPs會告訴你 你這些資料未填齊 我先提醒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會填我們的銷售顧問 即是之前你跟我們V家 究竟是誰 要填銷售顧問 銷售顧問 以及你買入的 究竟是哪個單位 即是哪個屋苑 我想問 銷售顧問有沒有英文名 中文名 有沒有什麼格式 最好當然 你會填好 因為我相信很多客戶 都會認識我們的同事 英文名 可能Cony CP ISAC等等 照打這些都行 照打這些都行 放心 因為我們只會 你輸入的單位正確 和單位號碼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後台 即是Database 找得回 我們做一個配對 對 因為早前你真的抽中了 相對的同時間通知你 填好之後 當然你會看到 有一個上載圖片 其實就是正式 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上載你的打針子 打針子 記住 很多客戶都說 拍得不蒙茶茶 不清楚 其實可以再上載一次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我們8月30日之前 成功登記 以及上載了你的針子 其實沒有問題 很簡單 我登記過銷售士的名稱 接著加上打針子 已經完成了 沒錯 其實你記得到 不是很多 很多客戶都會 會否要填很多資料 可能個人資料 其實不會 不需要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都是盡量 簡單化 簡單化就可以了 因為很多客戶都填完 其實用這麼簡單 接著就會出一個號碼給他 沒錯 接著會成功登記了 就會出一個抽獎號碼 幸運號碼 幸運號碼 OK 到時我們會 開張時間就是9月4日 星期六 早上10時 我們就會在YouTube頻道 博視頻道 就會直播抽獎活動 我講講 剛才提到 我們所有跟V家有關係的同事 和親屬 我們不容許參加議事公正 第二 當日我們找了 大家知道我們有位 合作律師就是陳律師 陳律師 陳律師就代表他們的律師行 到時上來 陳律師會親自上來這裡 做一個公正 我當日也是直播在這裡做這個抽獎 用攪豬的認識 攪豬完豬之後 號碼得出來 我們要交給陳律師 去對應我們的客戶 譬如會否和V家有關等等 他對清楚 當然也對清楚客戶的資格 例如打針子 或者物業成交等等 是否真實 陳律師就負責對應這些 如果這些全部都是合格的話 我們便會通知客戶 恭喜你又再成為業主 是的 你有多層樓 買一層樓 送多層樓給你 其實都很簡單 但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做到公平工程和透明 大家絕對放心 我們不是一些廣告的伎倆 其實我們很希望支持多些香港人 快點打疫苗 大家可以給V家的客戶 一個抽獎的機會 開心一下 大家快點在8月底之前 記得成功登記 亦都填上我們的資料 亦都可以有一次抽獎機會 這是甚麼樓 抽奸 會抽到一個紹興樓 就是恆大世紀夢幻城 是的 真是一層樓 新樓 連裝修 連裝修 亦都會送全屋傢俱 是的 我們V家放了我們的傢俱等等 如果真的抽到一層樓 多層樓 你可以住一下也可以 或者租出去也可以 沒問題 誰成為這個幸運而 不過我都給新的消息給大家 其實類似這樣的 我們回饋業主的抽獎 其實我們每一個月都會有的 你知道香港做抽獎 是要政府登記的 希望程序我們可以快些 我們會儘快再公佈 除了今次抽層樓 下一次究竟又有甚麼抽呢 大家密切留意 還有大家做V家的業主 一直希望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幸運 能夠抽到一些棒的東西 非常好 除了買一層樓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 繼續送給大家 做V家業主一定要開心 幸福的V家業主 好了 再說回App App剛才說了 你首先進去做登記 其實登記都很簡單 我都知道很多業主 甚至有很多我的觀眾 其實都未去登記App 其實廣告出了很久 其實大家登記App 沒有甚麼吃虧 第一是不用花錢 第二有這些優勢 抽獎等等 大家登記了App 就給人快人一步 其實登記App 只需要打電話號碼 和個人名稱 很多客戶可能未必 你講個程序給大家聽 聽聽聽 當然我們說 你怎樣可以下載 這個V家體漏王Apps 其實我們在App Store 以及在Google的Play Store 其實已經可以 我們已經上了假 只要打V家體漏王 這幾隻字 其實就會搜尋到 可以下載 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按個按鈕 或者其實我們刷這個 去下載 下載完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 博士上面 就是登入畫面 他會記得到 可能要登記了 你要登入的 電話號碼要註冊 亦都是有驗證碼 因為其實他會 傳回驗證碼給你 即是用短訊 SMS會傳回驗證碼 證明你的電話 是可以真實 亦都可以登記到 那很多人 可能除了我們叫做香港客戶 其實還有很多 我們叫做海外客戶 華僑 都可以的 華僑都可以的 美國、英國等等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大家只要登記一次 以後你再進去 不用再登記 很方便 因為我都天天天禁禁 有甚麼最新的消息 他即時會通知你 好 Sally繼續介紹 登記完之後 其實成為了V家好友 你記得到 當然我們有兩個選擇 其實可以馬上看樓 或者可以填上 我們叫做智慧AI選訪 大家如果真的記得 看過TV廣告 博士也有講過 他會精心挑選一些 由我設計的 由我設計的 一個精心挑選 一個推薦的項目 大家會填一填這份表格 會按著大家可能的預算 沒錯 需求 可能大家要不要醫療 配套等等 其實填完之後 博士便會推薦你 即是會講 以你的意願 買了一個動機 你給了一些資料填進去 然後我就會有些樓盤推薦給你 我覺得可能適合你 這是大家慢慢看的 這裏你會看到 其實我Apps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樓盤 當然 入到Apps 一定會有 博士也說 我們有個千個項目 放在這裏 大家可以按住城市 按住 或者發展商等等 這些類別可以去推薦 我們入了半年 這些資料 還要更新 對 經常都要更新 因為我們有個專員 坐在這裏 真是為了Apps去入盤 去增生資料給大家 務求最新的訊息給大家 進去 當然我們會有 剛才說有樓盤 最新樓盤 有什麼筍盤推介 以至我們說有什麼特價樓盤 因為很多客戶都經常說 有什麼特價樓盤可以最快 當然 碰卡就單了 Apps 我們會有些推送 一有水準消息 我們會有個推送給大家 即是大家一手機就會收到 盡快收到消息 盡快收到消息 而另一方面 當然我們還有一些VGa活動 譬如說博士有時候 之前我們會有直播 以至剛剛有抽獎 也會在VGa活動上提醒大家 我補充一下 有些觀眾留言 博士你們拍片的時間很慢 其他同行的片都出了家 有些最新的消息 或者像你剛才說的信貨 這次我才知道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下載到我們的App 其實你有App 因為App是最快 你看我拍片 剪載 出到街到你 至少兩天 App只要我一知道 什麼款 有些特價單位 你有App 大家看到右上角的信箱位 有數字顯示 一按進去 其實這個好像Walky Talky一樣 我這邊按鍵 那邊你就收到 所以這個App 我當作設計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我最想用的功能 我想說 因為很多的觀眾或者業主 都很想知道最新最快的消息 我就利用這個App 給大家一個直接的通訊 最快的速度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大家記住 下載完之後 或者登入 記住一定要開啟 開啟推送通知 要不然你都收不到 有些說收不到 收不到 其實就是你沒有開啟 沒有開啟 沒有開啟 大家記住在手機設定 設計那邊 更新開啟 因為我們很人性化 有些人說 我不想你煩著我 經常有這些通知我 其實你就可以設定了沒有 但你不是有些人反過來 我就是想要你這些最新的消息 麻煩你設定 我也是 有些觀眾說 都不是的 為何沒有通知我 其實你沒有設定 是的 其實看到這個信箱 很多信件 很厲害的 大家慢慢玩 進去都是講解 其實有項目資訊 亦都會附近 甚至什麼時候收樓 其實進去 你會記得到 有些項目基本資料 也有些區位圖 互形圖 甚至資料都有 甚至我們有個V加評分 有些人會問 究竟哪個盤好些 或者周邊配套 哪個好些等等 其實在V加評分 大家都看得到 有個參考數據 始終都是有個參考數據 給大家的 好了 再補充少少 這個APP 我們是第一個大灣區的APP 有齊這麼多的資料 非常之好用的一個工具 如果大家想買大灣區樓 就算你約我們V加去看樓 或者直播 其實你可以首先 玩一下我們的APP 在裡面 你選一些 在APP上看到的資料 你覺得適合你的 你才到V加去看直播 去約他們 其實把範圍收窄些 就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大家可以慢慢按進去 再慢慢玩 進去 等等 如果真的找了盤 那怎樣聯絡我們的同事 其實有聯絡我們 以至其實有門市地址 甚至裡面 有我們的同事的樣子 照片來 就是全部有些照片 在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其實按進去 有了我們十幾間門市 所有的業務員 有了一張照片 我們全部都是香港售貨 全部清清楚了 大家安全 證明這個員工 是在我們V加裏面 即是我們的真正員工 最近都順便提一提 最近都有很多投訴 有些扮我們V加的員工 打電話給人 都可以 這樣都可以 大家如果為了證實 那個員工是否有V加 你都可以進去Apps 那裡按 看看找不找到他 譬如說我是這個 旺角店 這個全灣店 你可以進去全灣店 是一定有他在 還有一定有個Whatsapp 沒錯 你其實除了看樣子 之外也可以按一按 即時可以Whatsapp 我們同事 甚至立刻打電話 沒錯 其實是很快速的 以及很安全 所以大家 譬如有些 你知道我們的演務員 有時都會拍片 他們覺得這個說得不錯 服務不錯 那你可以點鐘 去點它都可以 因為有些 我都聽客戶說 看到他真的都不錯 楊馬 真是有個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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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可以 即是不介意 特意都可以去找他們 所以大家可以 真的善用我們的Apps 因為我們真的 投入了很多時間 賺心機去特地設的一個 這麼好的大灣區Apps 一句說完 真是我博士的心血 沒錯 博士都搞盡了 連顏色 可以跟大家說 顏色 我們都撿了很久 才撿一次過 給大家 給我 好了 大家多點進去玩一下 好了 到另外一個時間 我這裡要講講 因為我回到香港 其實大家知道 我這兩個月 我去了16個城市 真是剛才說 吃喝玩樂 很開心 其實我當然 我拍了很多片 很多觀眾都追問 博士下一集 抹黑的中國 上一集是潮州 下一集在哪裏 我很想看 有些都知道我去過 又海南島 又斬江 很多地方 我拍完了 很多片 差不多已經展了出來 因為我抹黑的中國 最新的一集 海南島 海南島 會在8月20日 大家記住 今個星期五晚7時 如果大家一直追著我 抹黑的中國 就期待已久 就可以開始看 是很好看 很精彩 今次我海南島之行 我是很開心 除了海南島 我還去到很多其他地方 譬如清遠去玩激流 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站江 一食食六十隻生蠔 很多這些 都想看 7月20日 晚上7時 在我們頻道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除了我之外 大家記得 我有兩位90後 V加2的同事 Anthony和C 其實都入了 我上次跟我隔離 進去 到現在都已經差不多 兩個多月了 其實他都拍了很多片 你也知道 因為我很想入去拍多些 讓大家知道 現在年青人 在大灣區 去內地 究竟他的生活可以怎樣 吃喝玩樂 他們不單是吃喝玩樂的年輕人 還要創業 找一些工作機會等等 他們是拍一些不同 在大灣區不同的一面 我沈博士拍不到 或者我不會拍的 或者我沒有時間拍的 Anthony和C 其實已經拍了很多 他們已經剪片 亦都在8月20日的12點鐘 中午時段 就會準時 他們的片會出 就叫做創業2 大家就支持一下 這兩位年青人 還有我很相信 他們的片 拍了在大灣區年青人的生活 原來都很多知多錯 還有很多機會 我很希望大家 看他們的片 給他一些支持 給他一個Like 還有把他們的片 多些分享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很想多些香港人知道 原來年青人入到內地 都是很OK的 海闊天空 很多空間 生活得很開心 他們不是造作 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這樣去拍出來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珍藏的一些片 大家希望你分享出去 多些其他的朋友圈 給多些其他香港年青人 都認識一下我們的中國 除了阿博士 我們這些長輩去拍些片 可能那些年青人 有時未必喜歡看的 但是年青人 拍給年青人看 我希望這裡能夠 給多些香港年青人知道 我們現在大灣區 我們來地 原來真是很歡迎大家 給大家有很多 多姿態的生活 所以現在我的頻道 每一天就會有這兩個頻道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在8月20日開始 我拍這個大灣區 這個叫做 資業或者叫房地產 投資的片 大家一邊看 就會改為在 這個就是 剛才我說的 我這個叫 抹筆的中國很精彩 嘩 吃二十隻生蠔 OK 大家 記住 準備去看 然後 而我拍這個 地產投資 資業的頻道 我就會 遷移到V加頻道 8月20日開始 即是今週五開始 如果大家想看我 拍內地房地產的樓盤 我已經拍了 剪完片 我8月20日準時播出 不過是在V加頻道裏面 夜晚8點半 大家可以看到 夜晚8點半 夜晚8點半 這個是V加頻道 我除了拍 大家有很多期待 我拍 譬如這個 惠州 惠州 沒有去拍 除了惠州之外 還有一個 順德 順德的華僑城天鵝堡 大家想不想看是怎樣 很漂亮 也有很好的本 因為順德剛剛開放了 那個限購政策 大家香港人 可以進去買一些 他們的物業 究竟怎樣 甚至乎超出了大灣區 我比較 如果離開大灣區 我比較看好城市哪裏 清遠我真的比較看好 我經常覺得 為何清遠沒有放進去大灣區 清遠長遠的發展 鐵路等等 都是非常之不錯 我也都在清遠拍到一些項目 還有我清遠也去那裏 剛才說玩激樓 很開心 我玩了幾天 吃喝玩樂都是很開心的事 如果大家想看 8月20號開始 記住你們要進去V加頻道 按訂閱和按鈴鐺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看我的影片 你要一天去看三條片 不過兩條就是我的頻道 一條就是V加頻道 大家記住要按下V加頻道的訂閱 以及按鈴鐺 因為如果一有三條片 你可能未必有時間 立刻看的話 可能你訂閱 慢慢看 那鐘仔就會提醒你的 那就不會看漏了 OK 大家要清楚這件事 所以以後 其實從此以後 我就算回到大灣區 我拍一些留款的影片 我都會放回V加頻道 因為實際我的博士頻道 自己的頻道 我會不敵中國 我一直會拍下去的 生活片等等 我就想集中在這方面 拍多些給大家看 因為如果這樣排得太密 我唯有分流一下 所以其實大家有幾個頻道 OK 一個就是我的頻道 博士親自的大灣區生活 另外就是剛才說 就是我們的創業2 另外就是V加頻道 還有我們的V加2頻道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的V加2頻道 阿阮寧依然天天在拍片 很多二手的盤 其實不止 他拍很多生活 遲些我兒子 阿James和阿Kid 拍了很多 這個叫做 講 什麼 講青講座 講青講座 他做完之後 都會放在V加2頻道 放在V加2頻道 因為年輕人拍的影片 我放回到年輕人頻道 但他們那些很好笑 好幽默 好整鼓的 大家想嘻嘻嘻看看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們可以進去看我們V加2頻道 所以現在我們的頻道 就非常之多 大家好像自助餐一樣 喜歡看什麼 就看什麼 喜歡吃什麼 不過我就建議大家 總之你按了訂閱 按鈴鐺 到時會提醒你 看就看 不看就不看 但就不會遺留 因為我發覺很多觀眾 現在都留言 阿Box你拍了什麼片 我哪裏找到 為什麼我看不到 其實是你漏了 錯了 因為你沒有按鈴鐺 因為有片的時候 沒有提醒你 這樣就過了 你知道我成千多條片 你之後再找就比較難找 好嗎 OK 記住一定要支持我們 這麽多條頻道 大家除了給訂閱分享 就是share出去給別人 記住都是給like 如果大家喜歡就給like 記住 還有多些留言給我們 起碼讓我們知道 大家有沒有看 甚至是我們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真的真的 剛才App等等 如果大家在操作上面 覺得有什麼難提等等 下面留言給我 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 給多點意見 我們現在一定是不斷 希望是改進 做到百分之一百 一百分 這是我們很有誠意 真的好想做得好 大家要支持我們 OK 好嗎 今天差不多了 星期六星期日見 好 OK 拜拜 各位 各位